中国需正面审视欧洲文明 今天的中国为何维稳经费远超国防支出 说明经济背后隐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躺平是韭菜无奈的那喊声 毛泽东曾私下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我们现在还是训政时期 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 我们的问题不只是官僚主义 而是专制主义 我是马克思家秦始皇 欧洲文明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并继续引导全世界的发展是确凿无疑的 肯定欧洲文明的积极作用 尤其肯定欧洲经济奇迹 对一个后期的发展中国家力大于弊 一些国家内部的利益集团 出于维护私利的需要 竭力抹黑欧洲文明 只能拖延国家走向进步的努力 倒霉的是全体平民百姓 伊朗 古巴和朝鲜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欧洲文明开启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确立人的社会地位 使人们相信人类可以掌控世界 改善人类的生活 欧洲文明开创了地理大发现 启动全球贸易 创立市场经济模式 在这一模式下爆发了工业革命 科技革命 使人类的生产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正如马克思所讲的那样 资产阶级在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 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 欧洲文明涌现了各类思想 其中借助政治思想 确立三权分立的治国模式 成为世界上最不差的模式 欧洲文明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 可以说 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到处都是欧洲文明的产物 欧洲文明进步中 有许多丑恶的问题 比如贩卖黑奴和实行奴隶制 对亚非拉人民实行殖民统治 发动两次世界大战 以及欧洲历史上 数不清的国家间战争 民主社会拥有的纠错机制 已解决了这些问题 市场经济带来的贫富差距不平等 一直是欧洲文明的完整 马克思用毕生经历批判资本主义的黑暗面 给世界提供有益的警示 但开出的处方是错误的 马克思理论脱离现实 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文明的一个成果 但马克思主义只是欧洲文明众多思想中的一种 按照马克思主义设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践 已经由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转型告诉了世界 马克思用消灭私有制来概括共产主义理论 理论建立在否定人性的基础上 是没有实证分析的 纯粹是脱离现实的思维产物 亚当斯密接式的利己心 是创造人类财富的原始密码 通过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原理 人们知道趋利避害 是人和各种生物能够生存的本能 《自私的基因》一书作者理查德·道金斯坦诚 自私基因的理论也是达尔文的理论 只是以一种达尔文并未选择的方式来表述 在达尔文之前 人们只是在按照自然界赋予的本能形式 达尔文之后 人们的认知从自然王国上升到自由王国 在懂得利己心的同时 更应该懂得有道德情感 从而去创造一个有合作的市场经济社会 这应该是亚当斯密选择道德情操论的作者 而不是国富论的作者 作为自己目之名的缘故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利己心的物化成果就是私有制 私有权是商品交换的基础 商品交换是社会生产分工的产物 又反过来促进商品交换 没有私有权 就没有商品的处置权 当然就没有交换 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也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础 公有制不可能产生真实的市场和交换 公有制基础上的产品交换 不可能形成价格 公有制下一切产品都被赋予公共属性 不存在讨价还价的机制 国家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 公有制抑制了利己心 消灭私有制等于消灭创造财富的动力 这就是公有制实践带来饥荒和低效的原因 1949年以后的中国 反复证明国有经济的低效率 原因就是公有制的大锅饭 国企干部不贪污 已经是在对人民做贡献了 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相吻合的民主与法治 以及宪政制度下的个人自由 就是欧洲文明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 美国是欧洲文明的最高成就 美国的创新对世界的贡献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 美国的社会环境是孕育创新的关键条件 这也是美国成为各国精英人才移民首选目的地的原因所在 反美的本质就是反欧洲文明或西方文明 反美是与文明社会的主流背道而驰的 欧洲文明改变了人类命运 世界上追求进步的国家都会呼应欧洲文明产生的示范效应 也会接受欧洲文明确立的价值观 并认同欧洲文明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 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就是这样的成功案例 中国的洋务运动能从器物层面上接受欧洲文明 但不能从器物之上的形而上学层面接受欧洲文明 西学为右、中学为体的指导思想 埋下了洋务运动失败的种子 1949年以后的中国 接受计划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 最终让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改革开放政策 让中国经济在40年间一举成为世界第二 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天翻地覆改变 但是2008年之后的中国 从市场经济改革道路上大步后退 才导致今天经济增长创下40年的最低点 疫情不是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关键原因 中国经济要摆脱目前的困境 只有重新回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道路上 并且一定要改革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政治制度 只要真正树立一切为人民利益的决心 才可以克服利益集团的重重阻力 学习欧洲文明的模范生 中国没有真正建立起市场经济 经济配置资源的重要主体是政府 世界上还没有找到一个非市场经济的国家 能成为强国的案例 苏联的强大昙花一现 今天的中国为何维稳经费远超国防支出 说明经济背后隐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躺平市韭菜无奈的那喊生 欧洲文明为中国繁荣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路径 日本恰恰是一个学习欧洲文明的模范生 日本从欧洲文明中吸取丰富的成功要素 又保留了千百年的历史文化传统 甚至继续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 历史经验表明 根本不存在照搬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伪命题 也不存在一个国家被西化的伪命题 从社会平等的视角看 日本的基尼系数远远低于中国 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美国 当初的中国应该学习日本 而不是俄国 今天的中国应该选择与美国交朋友 而不是俄罗斯 今天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指标远远高于日本 日本领导人退休后是普通平民 没有任何特权 日本人能自豪地说 日本更像是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能说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吗 或者至少有那么一点点 马克思所讲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吗 中国宪法35条规定的条款 能落实到实处吗 很多记载都指出 毛泽东曾私下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我们现在还是训政时期 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 我们的问题不只是官僚主义 而是专制主义 我是马克思家秦史皇 毛泽东所讲的专制主义 是否已经转变到民主与法治的文明国家 或者继续在毛泽东所讲的 专制主义道路上走下去